到了四川卢州市一家商场 26号晚间发生爆炸事故 官方报道这次爆炸的原因疑似是煤气爆炸 由于爆炸威力巨大 商场一二楼部分垮塌 也造成商场外的公交车占垮塌 压毁了多辆继承车有多人受伤 请看以下报道 据了解 事故发生在四川省卢州市水井沟的摩尔商城内 当时商城一楼先发生爆炸 商场地下一楼和一二楼起火 而后火势蔓延到附近的总工会大楼 爆炸还造成商场外200多米长的街道路面一片狼藉 爆炸碎片四处都是 多处房屋 商铺受损严重 路上的一些车辆也受到波及 21号上午11点左右 记者拨打摩尔商城附近居民的电话询问现场情况 据了解 整个卢州市目前全市停止供应煤气 主干道交通管制 公交车停运 可能今天一天这个主干道都不能通车 全人去爆炸 我们这边全人去都停了 昨天晚上我们大家晚回去都没得热 所以这 据中共官方媒体报道 爆炸造成四人死亡 35人受伤 据附近居民反映 爆炸时听到商城内的四楼宾馆房间有人求救 估计宾馆内有十多人被困 是否脱险现在并不清楚 新唐人记者雄斌李勇采访报道